老闆无缘无故解雇我 又不给我资钱费 难道我只能忍气吞声吗 再无问题无法解决 银行又要对我强制执行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 我爸爸被车撞了 人躺在医院离婚迷不醒 对方耍赖不赔钱 我该怎么办 警察先生 我没有卖毒品 我是冤枉的 我可以找律师帮我吗 我被老公打 我想要跟他离婚 又没有钱请律师 要怎么办 只要您有法律问题 就让法律辅助基金会 来帮助您 欢迎收听 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 空大法福 处处贴心 法律辅助理性相挺 是的 法律辅助会对所有特别的案子 理性相挺 特别强调理性相挺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有许多重大争议的事件 每次被翻出来或者是爆出来的时候 常常让整个社会舆论哗然 除了哗然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对法律的盲点 是大家争议所在 而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法律辅助基金会的梁家英 梁律师 要和大家来分析 来讨论 来聚焦的就是 江国庆这个案子 江国庆的案子不是已经赔完了吗 赔的是我们纳税人的血汗钱 可是一条人命 真的再多的钱都赔不完 而且也不是赔得起的 那么我们究竟要去向谁 把这些血汗钱追回来 但其实江国庆案 除了国家赔偿以外 其实后面还有衍生的案子 对不对 对 那江国庆的这个死刑案子 后来就被认定是这个无罪 那透过再审认定是无罪 那也浮现了一个所谓真凶 那是另外一个人 目前也还在审判当中 那到底是不是真凶呢 其实恐怕也是需要 司法程序的一个认定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说 现在正在进行的两个案子 就是说国家要开始去针对 当初的这些 等于有涉嫌这个违法取贡的这些人 那当然包括当时的这个 空军作战司令部的 这个司令陈兆明 以及当时军法室的一些 一些长官等等 那这些人他可能涉嫌的 有这个除了这个刑事的责任以外 那包括其实像是这个民事责任 就是说国家赔了这些冤赔金之后 我们要针对这个有故意 或是重大过失的这个公务员 其实是要做一个求偿的动作 那这个是透过民事求偿的案子 来进行这样子 好所以到底能不能真的叫当初的高官 突出前来案子目前进行到哪里了呢 对那这个刑事的这个部分 目前还是在侦查中 那其实已经侦查了很久了 那第一次检察官做出了这个不起诉的一个处分 那当然这个告诉人就是江国庆的母亲这边 也透过律师提出了这个在意 那就是针对说这个不起诉的处分 其实告诉人可以提出在意这样子 那最高检察署他其实也做了发回续行侦查 这样一个处分 那第二次呢 检察署这边还是做出了不起诉的处分 那同样的这个最高检察署也再一次的发回 那所以现在等于是第三度还在侦查 还在这个地检署还在侦查当中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案子目前就还是 并没有真的去起诉这陈兆明等人 那不过其实这其中里面有相当多的 这个法律上的一个争议 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子认定说 陈兆明等人真的就有涉嫌 很多不同的罪名 其实确实是没有那么容易这样子 听起来不容易 可是普遍的 其实很多社会大众都在意对不对 对 那这个其实也谈到就是说 之所以为什么需要去究责 那当然也是希望说 从这个事后责任的追究 可以防止说以后再发生 类似这样子一个不幸的这个案例 那当然其实 究责有很多的法律依据 那当然有一些比较轻的罪 比如说这个剥夺他人的行动自由 强制罪等等 那这个是比较轻的部分 那其实比较重的就是有像这个滥权追溯 那导致被告死亡的话 那这个是比较重的罪这样子 国家真的可以究责吗 因为刚刚听梁律师分享这个过程 那包括像这个陈兆明等人去追诉 不管是把钱要他们吐出来也好 或者是就刑事上面对他们求刑也好 似乎好前面几次都是被驳回了嘛 对不对 对就是说检察官认为说 这个其实他轻罪的部分 检察官是认为说 部分的犯罪他因为已经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 那我们刑法上面 但有一个所谓追诉权的时效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轻罪的话已经犯罪行为已经过了 比如说十年 那这个部分国家就不能再去做追诉 那这个有部分的罪像刚才提到所谓这个强制罪 或是剥夺行动自由这个罪都是比较轻的 那检察官就认为说这些轻罪 虽然说这些人真的有涉犯这些 他觉得是有这个犯罪嫌疑 但是因为已经过了追诉权时效 所以他就做出不起诉这样一个处分 那其他像是重罪的部分 他就认为说是不构成这个犯罪 那像是滥权追诉致死等等 那检察官的理由是认为说 其实这个因果关系上面 其实蛮复杂 因为虽然这些人他知道说 这个他所起诉的罪是 强奸 就是杀害等等 那这个罪在当时军事审判 其实是唯一死刑 那他虽然知道这样 可是这些人他去做违法取贡等等 是不是这些他的长官 是不是真的都是受益 或是说知情这样子 这是一个疑点 那另外就是说 这些罪的身份上面 他原先是法律的规定 当然是要有具备这个追诉犯罪身份的人 他才会构成这样一个犯罪 但是比较吊诡就是说 像是陈兆敏或是说 其实一些军法 军事的这个反情报部队 一些参谋官的人 他其实是不具有这个追诉犯罪一个权限的人 那反而是这些人他能不能构成这个犯罪 其实在法律上是有争议 那变成是说 他如果是在一个共犯的情况之下 是可以一起构成这个犯罪 那但是说共犯他其实是 比如说他们要有一起谋意啦 或是说一起分担这个行为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你证据上面 那你证据上面 能不能去抓到这一些共犯的这样一个结构 其实是因为时间也确实过了很久 那所以这些证据到底够不够 那另外就是说法律争议上面 他到底有没有明明知道 他不是而故意为之 那当然这个就是法律上比较难以 也之所以就是说检察官认为说 他不构成这个比较重的这些罪名的原因 是听到这里 我想几乎99%的听众都会觉得 啊 明明就是筷子手 偏偏没有罪可以定他们 明明就是共犯结构 可是你就是找不到共犯的 共犯结构的连结证据 可是回到那个时空 其实整个包括这个白色恐怖 或者是戒严时期 那样的氛围 或者是那样的一个官场的体制 你就会发现其实像这样的冤语 江国庆很可能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 或者是累江国庆的案件 埋在冰山下面的恐怕还不少 当然这只是意测啦 可是江国庆真的是一个经典的代表案件 所以接下来要请梁律师来分析的是 就我们一般的舆论观点来说 我们当然希望说高官要负责 或者是这个共犯结构要负责 那当初站在这个行政窗口的 这些主要的主事者要负责 可是怎么负责 那接下来就是法的问题 以法律人的观点来说 您会觉得我们如何以法来合理的要求 与法有据要求他们负责呢 对那这个就是谈到说 国家要究责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 那刑事的部分 刚刚就有讲到说 像是这个刑法 他有这个剥夺他人行动自由 因为他把这个江国庆给禁闭处分 把他关起来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像是这个强制罪啦 其实他其中有部分的犯罪的事实是说 他用电极棒去威吓啦 体罚啦 甚至说用强光照射等等 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不法取贡一个过程 那其实像不起诉处分 他其实都已经认定了这些事实 也就是说检察官他是认定说 这些人确实有这些不法的行为 那所以这些 其实都已经构成这些 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罪名 那其实还有像是这个 比较特殊的法律是 这个陆海空军刑法 有特殊的规定是 这个长官凌虐罪的部分 那其实还有像刚才这个 罪比较轻的就是 滥权追溯或是施行拘禁致死 这样一个罪行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就是 自死的话当然他要一个因果关系 就是说他的故意是 导致他的死因 那这个部分就会谈到说 有没有预见 就是说这个被告他能不能预见到说 他今天这个违法取贡 就会导致江国庆最后就会死亡 这样子 那当然这中间的过程是 还会有其他人的介入 比如说也是要这个军事法官 他去做一个判定 那你能不能说他们一路就是 这些人都串通好了这样子 从一开始违法征讯 到法官判刑等等 这是这么这一连串的动作 那能不能直接导致这个江国庆死亡 其实是蛮有争议的这样子 那这个也就是说 为什么在法律上不断的这个 不起诉在意然后又发挥 那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定案的原因 那当然这个也谈到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刑事侦查程序 其实这样来看确实是有点太漫长 因为现在的刑事程序是设计说 不起诉处分之后可以在意 那在意不成功之后还可以交付审判 就是我们告诉人这边 可以直接请求这个法院 然后就是自行来做一个交付审判的动作 不用透过检察官这样子 你委托律师来做交付审判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最后 检察署这边还是不起诉 陈上明这些人的话呢 告诉人其实还是可以再做交付审判 那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检察署这边要这么样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的在做这样一个侦查的 认定的一个动作 你说他的犯罪事实难道真的都还没有侦查完毕吗 其实好像不是 他其实好像是一个法律上的认定点 那这个就会 我觉得比较认为说 是不是在这个法律正义点应该交由法院来判断 也就是说他如果其实侦查的事实已经蛮明确了 那你也确实认定说他有这样一个违法取贡的一个动作 那只是说他的这个法律正义点可能 检察官认为有有疑问 那其实已经有犯罪嫌疑 他就可以做几个起诉这样一个动作 那交由法院来认定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反反复复的侦查 好像说非要到已经很明确才要起诉 那你相对于这个案子 在一般人民犯罪的情况下 是不是有用同样这么严格的标准来做起诉呢 其实这个真的是蛮令人质疑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好 来我们如果以平常心来看的话 仔细听 刚刚仔细思考一下 刚刚梁律师分析的这段过程 如果我们是一般的人民 一般的朋友 一般的社会大众 是不是会被拿放大镜来检视 英国关系成不成立 来有因必有果吗 可是英国可不可以连得起来 因为你行求他 因为你拿强光照射他 因为你不让他上厕所 因为你辱骂他 而导致他最后认罪 认罪导致他最后被判处死刑 这个英国关系能不能成立 那不断被发回 然后被驳回 然后检察官又提起 然后反反复复的原因 其实最终的这个关键点就是法的认定 法一定要英国关系成立了之后 才能够对这些人求刑嘛 对不对 对 那所以这个其实就会谈到说 其实当然刑法我们是讲 就是说要非常明确才可以去做一个定罪 对 那但是就是说在侦查阶段 是不是已经要到 这么样已经几乎是认定犯罪的一个 这样才可以起诉呢 这个可能就是有相当大的 需要讨论的空间 因为其实法律的规定是说有犯罪嫌疑的话 检察官就可以起诉 那一般都会讲说有50%的这个行政有超越了 其实就可以做一个起诉这样子 那当然判罪的这个认定要到这个无合理怀疑 就是说几乎是90%几的这个可能性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一个认罪 那就是做一个判刑这样子 那所以说这两种标准不一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检察官他已经用了法院审判的这样一个标准 在认定起诉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去探究的这样子 好 前面的阶段到目前为止是 根本还没有起诉就被驳回了 对 就是说在这个前面的阶段已经 就侦查了这么久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结论这样子 还不到起诉的 还找不到起诉的理由 对 好 虽然江国庆案在当时 因为整个社会背景 当时还在戒严嘛对不对 对 好那可能发生在军中的案件 到底都是如此的模式去求刑啦 所以悲剧到底有多少 其实我们不晓得耶 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黑数 其实江国庆案后来因为 又冒出了一个新的犯人 所以他才能够得以破案 所以回过头来 江国庆案为什么能够获得 巨额的国家赔偿 是根据什么样的法令呢 其实他能够这个 获得这个一亿多的这个冤赔金 那其实是 我们原先有这个冤逾赔偿法 那后来修正成为这个刑事补偿法 那根据这个刑事补偿法的规定呢 他如果是有积压的这个天数 他每天可以用三千或是五千块的金额来换算 那去赔偿这个被害人 那另外就是说死刑的话 他有一个特别的补偿 就是说他去用他这个死刑 当时这个国人的这个平均余命去算他还能够 他如果没有被判死刑 其实他能够活多久这样去 去用每天五千块来折算这样子 那所以从江国庆的这个案子 他换算的结果呢 就是大概有还可以活这个两万多天这样子 两万多天 那所以就最后 一天五千块 对一天五千块 那最后算起来就是要一亿多的这个 刑事补偿的这个冤赔金这样子 越年轻的生命要赔的金额就越高 对那当然这个就是说 其实你说死刑他真的能够 一条生命就能够换算 这也是法律的规定 那不然其实真的是换不回这样一条生命 是的 其实不只江国庆这条年轻的青春的生命 因此而消逝 还有他父亲后来后半生 几乎也都在为他奔走 对他母亲的眼泪 能够获得犯案其实也是他父亲的这个努力 就说这中间当然也有监察院他去调查 然后其实有指责这个一个违法取购 那才会导致说后续有这个犯案 那后来好像也因为这个许荣舟他 他其实自己有承认说是他犯的这个案子 许荣舟的案子其实我不太清楚 但是其实他原先就是有 好像也有类似的的案子 就是说 就是说 重罪在身 对有重罪在身 那其实这个因为这些案子 其实都是会有重复性 就是说他其实犯了之后 他有可能会再犯 那那就是说非常有可能是他 但最后会不会认定 就是他其实还是需要透过司法审判 是 好接下来刑法既然这么的漫长 因为严谨的关系 所以他不可能太短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民法好了 那民法有没有办法呢 没有办法叫他们多少 或者是说我们赔出去了 刚刚梁律师也有说了 一天五千块钱 之后赔起来一亿多 那一亿多耶 叫我们纳税人来买单 太可恶了 应该请这些高官把他们的退休金都贡献出来 所以 那这就谈到说就是说民事求偿的部分 他其实依据的也是这个刑事补偿法 那这边条文是规定说 这些公务员如果有故意或是重大过失的 导致这个国家要赔偿的话 那他当然国家可以事后去做一个求偿这个动作 那这边就会变成是说他其实要件上是比较严格 就是说要到重大过失 也就是说一般比较轻的过失 还没有办法去向这个行为 就是这些公务员去做一个追偿 那当然这一方面也是说是 保障这个依法执行职务的公务员 就是说你可以放心的去执行你的职务 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真的有很重大的过失 你不会被求偿 但一方面我们也会检讨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需要做到这么严密的这个保障 一定要到重大过失才可以跟公务员求偿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立法的折冲 那其实以前就有这样的规定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案子都没有真的去做出追偿 那现在刑事补偿法新法通过之后呢 他一样是有这个程序 那他的程序就是说 他会先有这个像江国庆的案子 是先有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北部地区军事法院 他召开一个求偿的委员会 那这个委员会他会请外面的这个公正人士 以及他内部的庭长 军事审判官来做一个合议 那要对哪些人去做一个求偿 那求偿哪些 求偿多少金额等等 都是在这个求偿的这个审查会去做一个认定 那求偿的金额确定之后呢 他会先跟这些当初违法的这些人去做一个请求 失职的公务员 失职的公务员去做一个请求 那如果他不同意支付的话 比如说他只愿意 比如说读书多少钱来啊等等 那其他的部分就必须要透过去打官司 民事求偿的部分来去做一个追讨 那其实像江国庆的案子 他其实事先还有做假扣押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说要发动起诉之前呢 他其实也就这些公务员的财产去做假扣押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以前也蛮罕见的 所以说其实这一次也可以算是一个蛮特殊的案例 就是说国家真的有认真去做假扣押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未来真的已经判定说可以 他们需要赔出这些钱的话 可以确保说国家真的能够拿到钱这样子 要不然到时候都脱产了 对 如果就是说没有做假扣押的动作 可能到时候都脱产了这样子 因为其实这些人现在也没有薪资可以去扣了 他可能都退休了等等 是 不过他们还有那个 这个我们优卧的退休金 所以这里要奉劝我们这个普天下 全国的公务人员公仆公仆 虽然福利优渥 可是这个碗可要端得好 你只要秉着良心 秉着这个规范 好好的端这个碗 那么就不会导致今天这票高官 这个有前居之见 所以其实访谈之前梁律师也稍稍透露了 像江国庆的案例赔了一亿多元 其实之前是有先跟这些陈兆明等人协商 他们也有认了一些部分金额对不对 对 就说其实里面有部分的人 他可能金额比较小 他可能就认 比如说他其实是依照他的责任 他的当初违法征讯的一些情节等等 去做一个大官小官中官 不一样的金额的求少 那有些人他的金额比较小 他可能就不想要有后续的这个 这个官司的缠绕这样子 那所以他就认了一个部分的金额 那不过大部分的金额 还是都没有办法追偿回来 那现在是透过民事求偿的官司 在进行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小金额就公务员自己吞下去 大金额就官司打到底 其实这个官司我想 可能也是旷日费时症 该不会到时候 这个陈兆敏都已经 名垂千十了之后 我们还讨不到这些的一亿多元 一亿多元真的是天价 当然这个 其实一条生命是无价的 可是你想想 是广大的纳税义务人要买单 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非常非常的义愤填膺 民事求偿这个部分 目前正在进行 虽然旷日费时 可是总比刑事要乐观的多 对不对 对 不过就是说 比较令人就是说担心 也是说在民事这部分 他如果去等待这个刑事判决 或是说他其实想要参考这个民事判决 刑事判决结果 那可能也是会同样的不乐观 虽然说我们法律上 其实民事跟刑事是分开做一个认定 也就是说他刑事就算不是犯罪行为 其实民事求偿还是可以继续进行 但是不过可能会影响法官的心证 会认为说 我先等刑事判下来再讲 或是说他如果刑事确定是 无罪 或是说不起诉都确定了 那我民事这边是不是同样 会认为说他有没有故意过事 这边其实就也是蛮有这个疑问的这样子 好所以大部分法官的习惯 来会参考刑事的结果 就说像车祸他其实有时候都是 都是做这样一个相同 或是说会参考这样一个刑事的一个认定 那不过其实就法律上来讲 这个其实不是必然 就说其实法官他都还是可以自己做认定 不用等待这个刑事判决结 江国庆的案子 我们分别也请梁律师从刑事跟民事来分析 那最终可能还是让大部分的听众朋友 有一点难过 因为可能还是就全民买单 那刑事遥遥无期 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现在目前还在检察官反反复复的提起驳回 提起驳回 连起诉都是一个问题 那因为当时的环境 那也没有办法去举证 清楚的去举证说 他们的确是共犯结构 那有这个故意犯罪的行为 导致江国庆的死刑 那民事求偿的部分 如果诸审的法官他刻意要等待刑事的结果 那就会跟着遥遥无期 是不是 那当然这个其实民间司改会也都 其实他们在开庭的时候 都有派人去做法庭观察 其实也是社会上的压力 也会让这个民事的法官想说 其实他应该要自己做一个认定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压力 就是说他如果要一直拖的话 恐怕也不是说社会舆论 其实也会有一些压力的这样子 是不要再等了 等等等等 自己勇敢一点下决定嘛 好了就不是我们说了算 民间司改团体也在监督 那就江国庆的案子 我想最后还是要给普遍的听众朋友们 我们来一个结论好了 要不然讨论了这么多 最后还是非常的听起来很灰心丧气 让大家觉得这个司法已死 其实司法正在慢慢复苏当中 因为有像梁律师这样的人 因为有像法福这样的不放弃的团体 所以以江国庆的案子来说 我们最终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训 或者是刑事呢 总要上课要有一点收获嘛 对那从这个案子其实也就是可以谈到说 为什么我们刑事程序必须要做比较严格 或者说比较审慎这样一个认定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大部分的民众都会希望说 可以赶快的将恶人绳之以法 但是从这个案子就可以看到说 如果这个程序太过于仓促 因为像是军事审判 其实这个案发的年代 其实它已经也不是戒严时代 其实都已经是1996年的 那但是就是说军事审判 它其实有它的特殊性 就是说它的程序比较没有那么的严谨 那才会导致说这个军阀也比较严厉 对那就是说唯一死刑也比较多 那所以导致说很快就被判处死刑 然后枪局 那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 费死团体一直在要求 就是说其实死刑要审慎 就说它到底这个认定上面 如果只要一丝的这个怀疑 它其实就不应该去 仓促的去判处死刑这样子 那这个当然也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案子得到的教训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事后国家的补偿这方面 其实最近法令的修改 其实已经做的比较好 就是说大部分的案件 其实如果最后被认定无罪 其实补偿已经是比较容易了 就是说刑事补偿法修改以后 这个以前国家大部分的案子 都不赔的情况已经不复见这样子 现在是大部分的案子都会去补偿 那剩下的只是说补偿金额多寡的一个问题 所以江国庆并没有白死 对它其实引发了这个我们后续追究责任 那这个其实也是过去司法比较罕见 就说其实以前大部分的案子就算赔了 其实也不会认真的去向公务员做追偿 那这个案子其实也算是 相较以前算是蛮认真的去做追偿 那只是说最后能不能真的追偿到 还要看后续的一个发展这样子 虽然追索可能有一点遥遥无望 可是至少我们看到了政府重视这件事情 而且舆论在意的 社会大众在意的政府也正在努力当中 因为关心才有动力 因为关心才有希望 我们的司法才会越来越进步 今天非常谢谢 法律辅助基金会的法务部的律师 梁嘉宁 梁律师 律师辛苦了 谢谢 本节目是由国立空中大学及财团法人 法律辅助基金会联合制作 法律辅助基金会是由司法院捐助成立 在全国设有多个分会 专门为弱势民众提供法律协助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 欢迎拨打法普会全国法律咨询预约专线 02-3322-6666 让法律辉来帮助您